Hi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9日 我们来进行一下均文导读 首先这一则是熊山飞蛋年产70枚 量产、维修、维制走不同的预算编列 其实这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去年有通过一个特别预算 就是去年有通过一个海空战力提升计划采购的特别预算案 所以在那个案子里面有要采购很多型的飞蛋 那熊山就在其中 可是为什么还有一个维修跟维制 因为已经买的东西你要保养要换零件 这个就维修嘛 所以它一定在一般的年度预算里面 那另外维制案 为什么也会在一般的年度预算里面 没有并到特别预算里面 就是海军他本来就有例行 他每年因为战训消耗的飞蛋的数量 他要去补充 假如他在这一年他把它抽出来并到特别预算 那他在之后啊 他的年度预算的例行编列里面 今年假如少了 那你明年又要再把它移回来的时候 你预算的延续性 其实就会变得很奇怪 就是今年我把这部分的采购挪到特别预算去 那明年的时候他又要再移回来变成年度预算 我的年度消耗的这些又要补回来 那这样子会变成他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又没有 因为特别预算不会每年都有 所以他就是把它分得很清楚 就是额外采购的会放在特别预算 在一般年度里面的维修啊 或者的采购 还是要留在一般预算里面去 这样子在预算的延续性上面会比较合理 他也比较好去计算说 我一年会消耗掉多少 有关这一部分的蛋药消耗量 所以额外采购的才会在特别预算 另外在自由广场有人提出来就是 海军陆战队的对挥啦 其实我们可以看目前海军陆战队的对挥 当然这个国军的历史 有他的原因嘛 对不对 不过当初这个对挥 其实也是直接参考美国海军陆战队 美国海军陆战队他成立200多年了 所以在当年他是只有美洲 我的建议啦 海军陆战队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首先这个地球啊 跟这个的比例其实不太OK啦 你可以换成像亚洲地图的那个感觉 就是视野是整个亚洲 那这样子也OK啊 不见得说是台湾要放中间啦 因为台湾放中间又是一颗地球比例也怪怪的 像美国海军陆战队 他也没有只放美国啊 对不对 他的作战也不是只有美国啊 所以我们格局放大一点嘛 把整个亚洲就是你看地球鱼上面 亚洲的视角有多大就把它放进来啊 对不对 那不是又好看又避免掉这个争议 这个长官可以参考一下啦 最近好几则新闻都跟北韩这个新型的浅见有关系 他这个就是弹道浅见不过他是柴油动力的 而且看起来他应该是跟原来的R级啊 罗密欧 Romeo这个前苏联很古老的浅见下去改的 其实有这种规备式的设计的浅见啊 我们大部分都会解读说 他原来的舰体太小了 他的直径太小 所以他的弹道飞弹啊 塞不进去 所以才会有这种规备 这个在中国他的很多级的弹道浅见上面 也有类似的状况 这会牵扯到什么原因 这因为跟你的加工技术有关系啊 你做不出直径那么大的舰体 所以你只好额外再弄一个违章建筑在上面 从另外一方面来解读 北韩他就拥有了第二级的反击能力 因为我们一般在浅见上面的弹道飞弹 他的作用 他的嚇阻力是在于敌人找不到他 所以当敌人要攻击你的时候 他就要顾虑你躲在海底的这些弹道浅见 他会不会对我实施第二级的打击 所以像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英国 他们基本上啦就是会有一个空中的核子投射武力 接下来就是海底的投射武力 像中国俄罗斯美国就还有在地面的基地啊 这种固定阵地的基地或者是火车来运载的弹道飞弹 不见得是陆军啦 像美国就是空军在操作 这种就称为三卫一体 陆海空 三个空域都有投射的武力 所以北韩推这个出来 宣誓性的意义比较重大啦 其实你看这个很勉强 12345 看起来是10枚啦 10枚的弹道飞弹 其实对于这个潜见来讲 他的运动性能第一个很差 甚至稳定性也不是很好 不过就是存在的价值嘛 表示他有这个东西了 所以其他国家就要多考虑一下 你除非先找到他把他挂掉 不然啊你会一直担心他到底跑去哪里 不过这个潜见看起来静音效果不会很好啦 韩国当然就说 这看起来应该只是一个大型的模型啦 然后这我们有退役的中将啦 到捷克去 然后就是参加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啦 表示我们跟很多国家的官方 跟非官方的进步关系都非常的好 希望能够越来越好 这是国军自己研发的 以前航发中心的XC2啦 当然这个飞机后来没有量产 因为他的马力不足 他是用中心号教练机的引擎 当时是一个重要的尝试啦 那可是这个XC2的意义就在于说 我们做出来之后 美国就出售C13洞 所以我们也一直强调 我们国防自主最大的价值就是在于 我们要突破817公报有形跟无形的这个限制 不管他文字上怎么写 文字上当然早已经突破了 因为台湾的军力早就超过当年他们签 这个公报的时候的时空背景 可是他的意义就在于说他还是有限制 那我们像这个叫运输机 台湾已经会做运输机之后 美国就出售运输机 所以他有一点变成是大的分类啦 就像台湾会做天空飞弹 那他就出售爱国者 台湾会制造IDF 他就出售F16 他永远是用这个兑换抵换的方式来操作 那他对于他的公报上面 他的精神他就解释的过去 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有些东西可能要自己做 所以下一代战斗机一定要赶快启动 不然你其实不要想F35了 我觉得你可以先申请F15EX看看 让大家参考啦 下礼拜就台北航太展 他的时间是14、15、16、3天 16号是一般民众就可以进场 14、15你可以申请 他会给你一个QR码 像我就有申请 所以当天再去那边帮大家看一下 就是美国的M1啊 现在要进行重大的升级 就是M1A2啊 他的升级路线大概到极限了 他应该会有一个架构上的大改变 那会怎么样呢 这个可能还要再观察 因为东西没有做出来以前 其实讲太多都没有用啦 只知道他可能上面会多一个遥控武器站 车长跟装填手就不用伸出头 避免他的危险 不过应该会跟之前的M1X会有点接近 不过基本上他还是M1 这个东西还是应该是耐用型的啦 明年会有11套海马斯到货 所以国军已经要派人去美国受训了 这陆军的军士官们好好加强自己的英文 乐观其成啦 好这142就是F15的EX 波兰有可能要买 波兰真的拼了 国防预算占GDP已经超过4以上啦 甚至可能到4.5了 F35也买了嘛 韩国的FX50他也买了 F16他也买了之前就买了 然后他现在有可能F15EX 所以我觉得空军可以思考一下啦 你也顺便把换下2000换一换 因为操作成本看起来没有差很多 不过都是钱嘛 然后这个英国海军陆战队准备要换装美制的KS-1 KS-1这步枪是美国厂的 那他替换掉英国原来自己产的L85A3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枪封频是不错的 不过他还是5.56mm的口径 就是北约的标准规格啦 5.56mm 不过你可以看得到 第一个他有光学瞄准镜 而且这还是不错的 第二个灭音器 好这个有一个可以视窗的 看得见弹药亮的透明视窗 他基本上的机甲设计还是属于M16系列啦 AR15这个系列 这边有个枪支注尽器 这个是M16系列就会有的 那另外他的护目 这个战术滑轨 所以各方面的表现其实都会比原来英国的L35A3好很多啦 这一个系列的枪其实问题很多 好给大家参考 俄罗斯准备用米28来组反无人机啦 可是我对于这个成效怀疑 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都派了直升机在那边巡逻 我觉得他只是重点事还有重点时间 因为他也没有那么多直升机可以派 另外就是由于乌尔战争造成整个东欧的部分 各国的倾向其实有改变 亚美尼亚他开始可能会往美国这边移动 所以 俄罗斯可能要头痛 土耳其他在北约里面算是军事强国 他的数量啦 那他目前F4幽灵式他还在用 结果这个 有一架战斗机 附邮箱不小心掉了 这就是战斗机服役的时间 9到一定的程度 这一类状况就会很多 所以像日本的F4也是到服役的晚期啊 这一类的状况也很多 乌克兰最近有一款新的无人机 其实800公里就是还好 次因素 时速800公里 当然他的速度提高了很多 所以就比较不容易拦截啦 比一般这种螺旋桨的快很多 而且他还潜略益 潜略益的设计其实很少见 因为材料上要花很多心思 这我们再观察 看他到底有没有战果 乌克兰的TB2 这就是土耳其的产品啦 他在黑海直接炸掉俄罗斯的快艇 这前几天在那个网路上就有看到啦 所以现在就是现代战争 不论你的建制多大 从最小的步兵班到最大的铝集啊 指挥所的层级 你可能每一层级你都要有无人机的 侦测反制手段 所以就变成防空小组都 全部都要建制 各级都要有 不然啊你可能天外就飞来一颗 明年入伍的义务一新兵 入伍的时候会投资手榴弹 就Mk2嘛 国防部这一次采购了很多颗 不过是旧弹再换引性啦 其实就不要再留那么多旧的弹药 就把它用掉 训练的时候就把它都消耗掉就好了 不然你又要再换火药换引性增加危险而已 那最近台南的IDF连队会实施万箭弹的实弹射击 这是非常好的 万箭弹慢慢的会从200公里就提升为400公里 海军的鱼叉反舰飞弹就是陆基型的 要兴建6个营区 而且因为初期会有美军的教官进驻 所以目前这部分 我们是由营区的整建的规划才知道 原来是进度到这边了 就是有台中嘛 云林嘛 台南啊 左营 屏东 屏东就有两个 还有台东太平 所以看起来啦 北部没有 还是北部已经有有银色可以用了 所以在在观察 我们已经变成刺猬之岛 接下来这是9月24日 新竹湖口有基地开放 不过这一次是陆军的 大家可以来好好的看 卖点之一就是阿帕器 假如你有现场看过阿帕器表演 你就知道它的机动性 绝对超乎你的想象 阿帕器的机动性跟H1W比起来的话 它的灵活度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像蚊子跟苍蝇的差别 那个苍蝇啊 简直就是太刁砖了 所以 湖口这一次开放 陆军一定会把看家本领拿出来啦 所以 它的直升机队的空中分裂式 再加上阿帕器的表演 还有 幻象2000会冲场 空军也有来赞助 还有 湖口 它会有 战甲车的搭乘 应该是云豹啦 它会让你上去云豹 它开出去 然后让你坐 目前看到节目表有这些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不过尽量还是建议大家做它的接驳啦 高铁站有接驳 所以 麻烦去查一下 美军还是仍然在持续采购 通用登陆艇 LCU 气垫船啊 它的 仇载力真的不怎么样 登陆艇的距离啊 跟仇载力还是 大于气垫船 最近加拿大 来参加联合军演来亚洲 跟美国日本 结果 它的这一艘 波泰华号 哈利法克斯 这一级的巡防舰 被中国 它的 有一艘052D骚扰 而且有 中国的官兵拿雷射 直接就照射到这个 加拿大的巡防舰 所以这个是充满敌意的行为啦 然后这该 英国海军陆战队 换枪的这一件事情 所以 可以看到 欧美他们设计的枪 真的是 漂亮 游荡弹药 这一类的 运用会越来越广 当然它还有它的问题啦 就是 它的 弹头 装药比较少 可是挨了一枚啊 装甲车一定会受伤 主力战车就会受伤了 一般的轻装甲车大概就挂了 不过目前有 反制的方式就是 架 鸟笼 从外面加一层 像蚊帐一样 效果还不错 所以 毛与盾的战争就是一直在进行 所以 你说谁好谁坏 像这是忠实的新闻就看看嘛 中国的003 福建号 航空母舰 目前看起来 它的这个三个 弹射器都漏出来了 然后而且也有其他的网路照片 跟影片就是开始在引擎在运转的 应该很快可以看到他出海啦 不过这个写的 这很难讲 因为像美国福特级也撤了很久啊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啦 2025年我觉得是过度乐观 缅甸 他有买骁龙 中国陈飞啊 成都飞机公司跟巴基斯坦航空合作的 小龙 他有卖给缅甸 不过状况非常的差 所以缅甸现在想退货 或者怎么样 16架就11架没办法动 所以难怪小龙一直卖的不好啦 这个是俄罗斯他米28他拦截无人机的影片 就是会有帮助啦 可是你要以这个为主有点困难 我们之前有一集讲过核能舰艇的出入 那时候就有讲这个美国的勇往号 航空母舰 台湾都翻译成企业号 他拆的速度非常慢 因为主要就是上面这个反应炉啦 很麻烦 所以准备要委托民间来拆了 F16 台湾的F16要升级成F16V 就是AM跟BM 这个奉展案快要进入尾声 就我知道目前最后10架 这就是升级完 他会先喷这个黄漆 就是基本的底漆啦 然后最后先出来试飞 所以这个是好消息啦 可能今年底最晚明年初 F16V就购改就结束了 全部升级完毕 台湾的F16就全部都是4.5代 4.5代的战斗机 这我们在战斗机的分类 四代分类里面有介绍给大家 有些朋友可以把我们以前的影片 再看一下来增加自己的军事尝试 那可是汉翔接下来他的人员啊 这些就可能会有闲置啊 或怎么样就要再找别的业务进来 所以还是要再强调啦 下一代战斗机赶快启动吧 这前几天有讲九九旅的中尉啦 营内亲身 其实国军里面有很多干部啊 就是有很多长官啊 就把自己手下的人当自己的财产 忽来换去啊 对人非常不尊重 这个是非常不好的现象 希望不要再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了 人家把小孩送来给我们照顾 我们要把他照顾好 24日的营区开放 阿帕契绝对是一个重点 我们的阿帕契是ECO一型的 而且是亚洲第一个取得 这个型号的国家 跟美军是同步 而且依照Tony教官讲的 我们当初取得这个阿帕契一型的时候 制造商他是一架美国一架台湾 一架美国一架台湾这样子出货的 所以我们跟美军是同步 所以不要再说 台湾都买什么烂的啊 二手的啊 我们取得这个阿帕契的时候 新加坡还只是阿帕契的低 Delta低型而已 所以曾经造成新加坡不是很开心 这个就是先买先享受嘛 那个玩买就享受到最新的就这样子 他们先买嘛 他们还没出货完哦 他们因为生产速度 这一批一批再出 Delta他们刚好买到Delta的尾巴 我们买到是ECO的头就这样 刚好生产线上有两型 然后这有关 Mark II这个手榴弹 这个手榴弹 因为他是铸造的 所以他的破片很不平均啦 我觉得这一次啊 隐性换一换之后就 平常就把它用掉了啦 不要再 换火药啊 之后再用这种弹药翻新的方式啊 这非常对后面的火工人员也非常危险 弹药兵他们这些也都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要逐次消耗掉 汉翔的胡董去波兰 跟他签了合作备忘录 希望是一个好的开始 前几天有朋友留言给我说 美国准备要采购哨兵的飞弹快艇 这个新闻其实很少见 我不认为美国是会大量啦 因为他应该只是有而已 因为他配备了nsm这个反舰飞弹啊 他也只是类似游击战的性质 他不会变成他兵力的阻力 那我们已经有光六飞弹快艇了 所以这个我们不用再补强这一段了 我们已经够了 我们要补强的是别段 然后这个中国跟泰国有进行一项军演 中国有拍出039的浅剑 不过记者这边写错了 我们前一阵子认识敌人系列有介绍 039是宋级 039A开始才是原级 从照片中看就很清楚 这个是宋级 这个并不是类滴型 不是水滴型的剑身 而且他的烦躁形状 这边这个都明显是宋级 所以有看过我们认识敌人系列的朋友 就可以发现记者在这一段写错了 9月24号的营区开放 记得就是可以到火车站 湖口新峰这些 高铁站当然更远的可以从高铁站 所以他有这几个入口啦 大家留意一下 那你要自己开车来 他是可以的在这几个地方 所以他有个APA7的站立展示 这个我觉得可看性就很高 APA7的站立展示 因为接下来我要开学了 所以我的更新的速度就不会那么快 那我怕很多朋友会比较 会比较无聊啊 所以我推荐一些粉丝团或频道 让大家可以参考 这边有一个后备易勇资讯手册 可以参考看看 至于之他有发现一个新闻就是日本 他用轻型鱼雷来做反鱼雷的防御功能 就是他让这个轻型鱼雷拖着 然后这个轻型鱼雷他有车叶嘛 他会旋转 敌人发射的鱼雷有些他是有追踪危机 就是车叶旋转他会有一个水中的一个流动的讯号 那有的鱼雷是专门追踪讯号 所以用这个来保护自己的军舰啦 他发展出这种系统 那至于之也是不错的粉丝团 我们今天可能我会做一个有关卸数飞弹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 国军采购装备啊 有三个不得不就是面对的环境 第一个就是美国不卖嘛 就是国外买不到 第二个中科院做不出来 第三个就是口袋不够深 我知道有像那个其他比较资深的军事记者 都在讲虫数飞弹还有海虫数飞弹 都会笑说他是四根小牙签 这个是不是很礼貌的说法 虽然是开玩笑 不过因为前几天有一个朋友留言 他的过世的父亲就是 这个案子的承办人 他有看到他父亲之前 为了这个案子的辛劳 我的想法是这样 国军不会很刻意去买不好的东西 这种大型的东西啦 国军不会刻意买的不好 前一阵子我们批评很严重 那个抗弹板那是例外 那个是可以买更好而不买 可是像这一类的武器装备啊 国军可以买到最好的一定是买 我们可以取得的最好的选择 而在当时那个时空背景 复仇者还没有出来 虫数飞弹就是美军当时的 野战防空的阻力 所以我们也是取得跟美军一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不用过度的 刻意的去这样描述啦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因为我们也换不掉他 他才会服役那么多年 而且他真的坚固又耐用 所以我觉得要给前人一些尊重啦 所以我们什么叫军事素养 就是我们看很多事情 都要很忠心的看待他 所以我才会说历史的事情 就让他归历史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上面有做过努力了 我们也感谢他 在这里提醒 我们就互相尊重啦 别人怎么样那是他的自由 他有他的想法 可是我们就不要 以贬低某件事情 来成就我们 你这样子讲不会显示出 你的军事素养有多好 另外我要推荐 温约瑟 他的粉丝团 这是目前国内影像分析 这个扛把子的 国军有关源头打击 的相关单位 还有这些情报官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追踪这个粉丝团 我们很多情报官 你有可能没有来源啦 你也不可能去养现名嘛 所以你来追踪他 温约瑟他这个网站 约瑟他非常的认真 这对于我们目前解放军的 识别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这个情报官啊 幕后的单位啊 还有源头打击的 能力的这些单位 真的要加入这个粉丝团 这个记得要用别人的账号加入 你用自己的加入 也还好啦 这反正要留意 这个加入的那个账号 免得被辨识出来 不过我真的推荐 要多了解解放军的部署 可以追踪这个粉丝团 当然我常看这个茶馆 当然很多高手啦 茶馆有这一则蛮有趣的 就是其实Mk2啊 已经不适合现代的战场状况 那这以前这个国军自己有做过研究 所以真的我们赶快把手上的Mk2 都消耗掉就好了 海军舰队风云室里面有好几位大哥 这个每次发布的照片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很喜欢去看 哈哈哈 政军简单聊 这一则是讲有关医疗包 急救包 这个现在很多单位都发了 可是不能用嘛 叫掌官指示 我觉得掌官指示里面要多加一条 紧急情况立刻用 不带命令就要可以用好不好 不然在等人受伤了还要请示 对不对 麻烦一下 这没什么好检查的啦 就这只要说用了以后补个报告就好 陈述一下发生什么事就好了 而且用系统填报就好了 不要在那边纸本啊干嘛 这看到一个新闻啦 这有时候很多人爱做大内宣啊 对啊 -27度你可以渡河 我也佩服你啊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啊 尝试都没有 你就呵呵 只会笑掉人家大牙啦 好啦很多新闻也都报道福建号 这个 大家看看就好 当然我们要留意他啦 不过还没那么快 这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应急做法很多啦 就是他们的无人机 之前都是投放枪榴弹嘛 手榴弹这一类的 现在改成投放地雷 不过地雷因为他是圆柄型的 所以啊 他的弹道会不稳 所以他又再让他加一个尾巴 这样子就会比较稳定一点 他的爆炸威力就会比较大 最近在上报有一位江先生有投书 因为他刚辅完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他对于这个目前军中的状况 有一个近身的描述啦 看了也是令人摇头 陆军不太会变啦 波兰他已经超过GDP的4%了 你看人家还没有开战 白俄罗斯跟俄罗斯也没有说要打他 可是波兰他就赶快武装起来 更何况我们有一个恶邻居 一直说要来打我们 一直要统一我们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国防预算 真的还要再提高 另外跟朋友们推荐兵器战术图解 还有这个刘文啸大哥他的粉丝团 其实这是他啦 这也是他就是 这两个都可以 那他有很多看法 因为他担任军事记者非常久 非常资深啦 在军事记者界里面算大佬了 所以可以参考他的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 乌克兰用德国的猎豹 防炮车 击弱俄罗斯的无人机 这就是三五快炮嘛 所以目前陆军啦 还有空军的机场防空 空军是用二灵机炮啦 就是真的要赶快 再找个东西来取代二灵机炮 那陆军要补强 他有关这个炮的部分 这样对无人积压的硬杀 才会真的有效 除了干扰枪以外 炮是必要的 对空机炮 30mm是最基本的 用到35块炮或40块炮 这才有力量 另外推荐两个youtuber给大家参考 这个说真话的徐某人 他是住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啦 不过他坚决反共 所以他的理念 我就是满钦佩的 而且他的素养也真的不错 另外一位是马克时空 他是住在美国的中国人 那他的素养也非常的好 报道的也算深入 不过我要先提醒大家 就是在国外的这些youtuber啊 这些军事频道 他们对于国军的描述不见得是对的 可是他们对于国际上的描述 正确性会比国内 比我们国内的好 这两个频道是我每个礼拜都会看的 那我们像要持续关注乌克兰的话 这两个频道他们有持续在关注 波兰正在跟欧洲的飞弹制造商NBDA 他要联合开发一款中距离的 中低空的防空飞弹 那这就像我们入射箭二啦 这边也是讲刚刚讲的这个KS-1这个枪 英国也准备放下他的民族至尊了 不过已经放下很多次了啦 没差这一次 有关北韩新的弹道潜舰 大家都还在观察 那另外这次新加坡 他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 其实非常的紧密 所以新加坡的F16 开始可以挂以色列的巨码Python 你可以看到这个弹体 它的潜意有两段 跟那个法国的魔法飞弹很像 所以它的空战的性能是非常的好 不过这要花钱啦 你要整合原来没有的飞弹 这一定要花钱 那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它持续在现代化 所以他们都有他们的做法 这KS-1 其实网路上都查得到啦 它还是5.56公里的 这边是隆德造船厂替中科院建造的惠隆水下无人载具 在年底就会完工 那它的外观类似小型的潜艇 而且它也有鱼雷发射管 也有一般潜艇的各项功能 所以我的观察是它比较接近实验件啦 当然也可以发展成水下的无人载具 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尝试 只要我们有开始做 就会形成一股嚇阻的力量 甚至有投产的话 这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反制力量 另外空军在明年有编列243.5亿 来替幻象采购它的相关的零附件 不过目前看起来这都没有升级 就是提高它的妥善率啦 不然这个妥善率 现在其实是不太好的 不过看起来就是很花钱 就是幻象的零件真的非常贵 看起来空军准备让它服役到2035年啦 所以就这样吧 那这个国际间有看到斯洛伐克 接收第一架F16 Block 710 因为它的订单在我们的前面 这罗马公司的官网也有相关的报导 不过它的数量没有很多啦 所以我们前面80的已经生产完了 现在斯洛伐克再加保加利亚 斯洛伐克是14架 保加利亚是8架 所以以目前洛马它这个厂生产的速度一个月大约是4架啦 记者才会算说那明年第三季就会轮到我们的了 所以明年就可以看得到 前阵子传出来中国093级潜舰 这是核子动力的攻击潜舰失事 那目前有一则新的新闻值得我们再继续观察就是 原本要休假回家的官兵好像没有准时出现 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关注 只要北部战区它的相关的这些领导啊 万一被拔关陈储 那就可能坐实真的有这件事情 看起来发生的地点万一真的有的话是在黄海啦 所以我就说这么大的潜舰 尤其是核子动力的潜舰不会在台湾海峡 那目前还要再观察 现在没有任何的讯息可以证实真的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再看看咯 好我们今天的均文导读就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